來自花蓮秀林鄉同門部落的藝術家東東侯溫 率領而入創作藝術團進行藝術行為表演 吸引路過民眾注目 東東侯溫跟台北當代藝術館合作 在台北捷運中山站地下街舉辦影像展 9號舉行開幕記者會 我就穿著如果過去的時候 其實他是拿著很多購物袋的 然後走回來的時候卻是自己在製作 就是在織布的狀態這樣子 所以這一連串呢叫到底何方破敗何方完美 就是我們一直在思考的 所以我把這個作品取名叫破敗在完美之間 六個大型曲面 一經電視播映 藝術家東東侯溫在台湾及美國紐約街頭創作畫面 分別詮釋過去跟現在 大眾在訊息傳遞宗教信仰 移動遷徙性別印象 身體樣貌及物質消費的改變 經過東東侯溫深入解說 前來看展的大學生也對作品產生認同感 他講完之後就其實就很感 就是很強烈的感受到那種 我不知道是衝突感吧 對就是因為像雖然我不是原住民 可是我從小生活的環境也會讓我 就是有一些認同上的那個 就是混淆或是不確定 就人來人往然後大家都走過去這樣子 然後都是 而且他們大家還穿著那些原住民的傳統服飾 站在這裡其實還滿突兀的 台北當代藝術館長潘小雪提到 順應時代變遷 科技不斷進步 東東侯溫的行為藝術創作形式讓人印象深刻 台北當代藝術館在捷運中山站地下街展出 東東侯溫影像創作將展區延伸到公共空間 希望讓路過停下民眾產生跟藝術不期而遇的新鮮感 記者就在台北市採訪報導 你剛才了